之前做影片就有非常多人问过 我MacBook的荧幕录影的软体是用哪一款 今天就来帮大家统整一下 我自己私心推荐在Mac上面 四款非常好用的软体 其中就包含有像是下载影片 音档 图片的文字截取 自动排列视窗 PDF文件的编辑 还有签名盖章等等非常好用的功能 那我今天会分享的 真的都是我每天都在用的软体 就是完全没有业配 好那首先我们第一款要介绍的App 是一款整理视窗的App 它的名字叫做MacNet 就是磁铁的意思 那这个App可以快速整理 还有对齐你的所有视窗 那它的使用其实非常的直觉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这个视窗 你就拖到左边 它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预览的视窗 然后你滑鼠放开 它就会自动变成那样子的大小 那例如说我今天开第二个视窗 我就拉到右边 它就会调整成另外一半的大小了 那这个左右各半的排列方式 是我自己最常用的 那它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种的排列方式 左上四分之一或者是右上四分之一等等 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如果是三分之一的话 你就拖动到底部 它就会自己出现三分之一的比例了 也就是说你把视窗拖到不同的边缘 就会有不同的比例分配 那其实除了用拖曳的方式之外 你也可以使用快捷键快速切换 那这个快捷键你也可以自己设定 就是在这个MacNet的标示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快捷键 然后你就可以到偏号设定里面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自己去设定这样子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快捷键 例如说我今天要切换到右边上面下面 其实这样子也是非常快的 那这个功能其实我用最多就是左右二分之一而已 然后一些比较复杂的App 例如说Photoshop它就是太窄 没有办法让你缩到太小 那这一款就是要到App Store下载 它的价格是9.99美金买断 就是你只要负一次 你就是可以一直用下去这样子 那再来下一款我要推荐的叫做Clean Shot X 那这款软体的功能其实非常多 那主要是用来萤幕录制跟截图的 就是你们之前一直在问我用哪一款萤幕录制的软体 其实就是这一款 那大家看到之前有很多影片 我的头像会放在右下角 那个是后置上去的 那首先这一款App我最常用到的是部分截图的功能 你可以在右上角的这个旋单里面去找到你要的功能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按快捷键 那就是说我今天要截取部分的萤幕的话 我就是按这个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游标 我就可以直接去画我要截图的部分 那假设我今天这样子截了一个图 它就会出现一个缩图在左下角 那游标移上去之后 它就会有几个操作的选项 那最基本的就是像上面这个拷贝 或者是存档 或者是你今天也可以直接拖着这个图片 到你要存取的地方 例如说对话或是email之类的 那它也有其他功能 例如说你可以盯在你的桌面上 就是说你今天在打一个文件要参考图片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盯在桌面上这样子 或者是左下角这边 你就是可以画画做标记 像是这边你就可以画一个箭头 或在上面写一些备注之类的 那再来第二个我非常常用到的就是 萤幕录制的部分 那我最常用到的就是部分萤幕录制 因为这个萤幕对于YouTube影片来说 其实是有一点太大了 所以我都会录制部分的萤幕 那我事后再去编辑就不需要再采切这样子 例如说我们今天按下Record Video的功能之后 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视窗 然后你就可以去调整它的大小 那因为YouTube影片我都是拍16比9的比例 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选择比例这样子 那选完之后它的这个比例就会是固定的 那另外下面这边你也可以去挑选说 你要录制的声音要从电脑或是麦克风之类的 你就可以去挑选来源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非常赞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highlight你的Clicks 就是你在点击滑鼠的时候 它的画面上面会特别出现一个特效去强调这样子 然后确认完你的选项之后 你就可以按下面这个Record Video 那你在录的时候没有录的区域颜色就会比较暗 你就可以很快的辨识出来 哪个部分有在录哪个部分没有在录这样 再来第三个我非常常用到的功能是文字辨识 就是它可以直接截取图片 或是影片里面出现的文字 比如说我今天这是一张图片有没有 然后我就到里面去选取这个Capture Text OCR的这个功能 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指标 然后我就去把我要截取的文字这样框起来 然后它就已经自动复制到你的剪贴簿里面了 然后你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贴上 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要到图片里面去截取文字嘛 然后苹果他们自己的文字辨识功能 有的时候又很常出错 所以有这个功能算是还蛮不错的替代品 那再来第四个我非常常用到的功能是长截图 就是这个Scrolling Capture 就是当你今天网站很长或是图片很长的时候呢 然后你需要去拖曳网站之类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长截图的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网站全部都截下来的话呢 我就是先选取这个长截图的功能 其实它会让你去选择区域 我们就把这个网站的视窗先选起来 接着我们就按这个开始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滚动你的视窗了 就慢慢的滚动 然后你太快的时候呢它也会提醒你 然后结束之后呢就按下面的这个档 再来第五个我偶尔会用到的功能呢 就是隐藏桌面 那为什么会需要这样子一个功能呢 就是一般来说呢 大家的电脑桌面应该都有非常多的档案吧 就是看起来乱糟糟的 那例如说你今天有朋友要做客啊 或者你不想让你的同事看到你桌面很乱的话 你就是可以直接点进来呢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High desktop icons 你就点下去之后呢 你桌面的所有有必要就会自动隐藏了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恢复的话呢 就是再按一次它们就会再次出现了 所以这款APP它的功能其实真的还蛮多的 而且我又都会用得到 那现在要下载 CleanShot X这款APP呢 它需要透过 CleanShot X的官网购买哦 那它的价格呢是一台电脑29元美金买断哦 就是只要付一次钱就可以了 那下一款呢 我们要来介绍下载影片跟音档的APP 叫做Downie 就是说平常我们要下载一些免费的铃声啊 或音效之类的就可以用这款APP 那你今天安装完之后呢 它就会像画面上面这边出现这样子一个按键哦 然后你每次在看影片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要下载就是可以直接按这个按键开始下载 就是非常的直觉 那这个下载影片呢 你也可以去选择解析度啊 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只截取音档之类的 那调整这些功能 一样就是到右上角我们去找到Downie的这个标志哦 然后呢我们去打开它的偏好设定 它里面其实功能也是蛮多的 首先在一般这边呢 你就是可以自己来选择你的画质要调到多高 或者是你也可以要它每一次都问你哦 然后下一个也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后处理的部分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影片要转成MP4啊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只截取音档的话 你就是可以在这边选择 然后你的音档格式也可以在这边选 所以这些功能我都非常常用到这样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字幕的部分哦 就是如果你今天影片是有字幕的话呢 你也可以选择下载字幕哦 那Downie呢他一样是用买断的方式哦 价格是20元美金 然后他是可以先试用的 然后另外一种呢 你也可以选择订阅制的Setup 它是一个月10块美金 可以用200多款Mac应用程式 就是我其实是在Setup里面发现 Downie还有前面那个CleanShot X非常好用 后来Setup到期之后呢 我就是直接把这两个软体买断这样 然后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来介绍PDF Expert 那这款PDF Expert它好用在哪里呢 就是它里面可以直接编辑PDF 然后可以直接签名跟盖章 例如说你今天合约啊 或者是什么文件 可以直接线上签署的话 你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不用印出来就很麻烦这样子 那我最喜欢这款App 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盖章跟签名的部分哦 就是例如说我们今天点这个签名的按键之后呢 在右边这边就会跑出来所有你已经存过的签名跟印章 那这个印章要怎么加进来呢 那我之前呢是先在白纸上面盖章 然后再用iPhone去扫描 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扫描的话呢 可以按右上角的连结会教大家如何扫描哦 那扫描完之后呢 它就变成那个印章的档案嘛 你就把它传到电脑上面 然后这边呢就可以直接按右上角的加号把它加进来 那加进来之后呢 你每次就是可以直接把它拖移到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可以去放大缩小 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也可以重复盖 就是你要盖几次都可以 然后可以拖移到你要的位置这样子 然后大家看到呢就是可能大小张 你也可以直接合并在一起 你就可以直接一起盖这样 或者是你的签名呢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拖移到里面 那这个签名要新增呢 你一样就是按加号 这边呢它有几种方式让你去新增你的签名哦 这边你就可以直接在触控版啊 或者是用你的花束来签名这样 那签完名之后呢 它就变成这样子一个档案 你就可以直接拖进你的PDF档里面 然后一些比较基本功能它都是有啊 例如说新增文字之类的 那这款App呢 其实我在2021年就已经购买了 那那个时候我买的价格是2700 就是买断的价格 那我后来上网去查呢 就是现在已经涨价到4800了 就是还蛮夸张的 但是它有新增一些新功能啦 就是你现在去买 可以用到的功能会比我还多 那它的新功能有像是 它可以直接转Word档啊 或是Excel档之类的 或者是它也有另外一种订阅方案 是200块一个月哦 就是订阅字这样 但是呢4800其实真的是还蛮夸张 那这边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iOS 17 其实加入了蛮多PDF编辑的功能哦 例如说你之后呢 可以把PDF加到你的备忘录里面 然后里面呢也可以使用贴纸的功能哦 听起来就跟我们刚才那个 盖章啊或签名其实差不多 现在就已经可以签名了 只是现在还不能盖章 那其实之后呢 iOS 17出来 大家就可以直接用原生的功能来盖章了 其实我当初买20007 我就已经觉得非常贵了 然后现在还给我涨价到4800 真的是有点太夸张了哦 好那我们今天呢 四款非常好用的Mac软体就介绍到这边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 失常的软体想要推荐给我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另外呢也记得要分享这部影片 给你周遭有在使用MacBook的朋友哦 那最后呢一些比较顺文化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Instagram 所以欢迎去追着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